最不想的話 最不想的話 應該是 最不想的 應該是裡面 最不想買的 就是如果他出寫真的話 我可能會覺得很像在看他出的寫真 因為他 我沒有看過他身材 所以我對他這個人其實是一無所知 今天現場所有的六位來賓裡面 扣掉你自己 如果這樣你自己很花精靈的話 你最想要買誰的寫真 只能選一個的話 那先選 以萱好了 因為以萱他就是 呃 隊長 然後加上我可能他知道他的 年紀比較 大一點點 所以他 我覺得他 他讓 我覺得他很敬業 就是上節目啊 或者是一些尺度上比較沒有什麼包袱 所以我覺得他的寫真書 應該會有 比較大膽的表現 所以我應該 不知道花錢先 撇出好朋友的關係的話 我應該會選 以萱 我可以講養貴嗎 最想 最想 這很難選 因為 呃 一個是 直指 因為他其實他的筋骨很軟 然後他的體態也很好 所以我就覺得說他會被挑戰一些比較 比較一般寫真集裡面比較少看到的動作 例如說就是 劈腿啊 或是 不符合人體工學的動作 然後又把它弄得很性感 我覺得他可能排除的東西 就會跟別人不太一樣 就很想看 再來就是 圓圓的我也蠻有興趣 因為我很喜歡他那種 比較偏 露感的感覺 然後他前幾本都 都還 就是我都有看過 然後都還蠻可愛 然後露露的 然後我很喜歡 所以我會覺得說 欸 他如果再出的話 我會覺得 我會想要繼續看 買誰的 嗯 應該是買 凌莎的 為什麼 因為我今天第一次看到他本人 然後真的覺得他 嗯 我覺得他比那個照片更漂亮 所以就還蠻期待看他寫真長怎樣 喔這不用講 這一定是掏錢買 菲菲的 為什麼 因為他畢竟是我們樂天女孩啊 自己人挺自己人好不好 所以我一定會 如果真的只能買一本的話 我就會買菲菲的 然後也是希望 我覺得這是他人生的 第一本寫真 然後也是一個突破 因為他本人比較是小清新的感覺 所以他這次會 鼓起勇氣 拍寫真 我覺得是給自己一個禮物 然後也希望大家要多多支持喔 掏錢買寫真的 當然是圓圓啊 為什麼 因為他身材最好 然後他的前幾本寫真我也都會買 所以他再出我當然還是買啊 沒有為什麼 就是買 我最想買我的 小寶的寫真 凌莎 揭開面紗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是會有原因的 因為他揭開面紗 他比我的元氣滿滿往後 就是比我的慢出 但是他賣得比我好耶 所以代表一定是他臉長得好看 然後身材又好 因為要賣寫真 賣得好是不可能也很難的一件事情 除非你有一個新聞點 但是他什麼都沒有 就賣得如此的好 你們就知道他長得多可愛 然後身材又多好了 那同樣的問題就是 最不想要買誰 最不想的話 最不想的話 也是依依 這個好準 有想要買他 有想要買他 因為依依全身 沒有穿衣服我都看過囉 所以就好像 買他的我好像也都看過了 應該就比較不會想要買依依的 最不想的話 應該是 飛飛吧 因為他 就是裡面最不熟的就是飛飛 然後我覺得他看起來就是比較 像是 鄰家少女 然後安安靜靜的 就是也不太敢做一些什麼 大膽的突破 所以他的 他的寫真集剛才就是 就是屬於比較偏保守型 就比較沒有 就是遐想 或是讓人覺得說 喔好厲害的那種感覺 對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就比較 比較不會想要看飛飛的 最不想的 應該是 宇軒的 為什麼 因為 宇軒的風格比較 性感火辣 很怕買回家的話 家人會以為我是 買色情書 對 所以應該 最不敢 應該說不敢買宇軒的 裡面 最不想買的 依依好了 為什麼 因為 我個人喜歡 胸部很大的女生 我自己也很愛看 就是 我自己在follow一些正妹 我也喜歡身材玲瓏有志的 如果這幾個比起來 我覺得 可能 伊伊的 就是他的賣點 可能就是腿 但我比較喜歡看秀 所以 如果真的能選 就是選擇不買的話 我就選他吧 伊伊的 嗯 因為我會覺得他比較像男生 因為我會覺得他比較像男生 然後可能 就是 個性什麼也都比較活潑 像男生一點點這樣 然後我會覺得 如果他出寫真的的話 我可能會覺得很像在看男生的鞋子 沒有啦 會覺得就是 嗯 比較 比較 不性感一點 我喜歡看比較性感一點點的 就是要硬要選的話 我原本 想買的也是菲菲 但是如果不想買也是 菲菲 因為他 我沒有看過他身材 所以我對他這個人其實是一無所知 我也不知道他身材怎麼樣 所以我可能要等到他出了 然後看他賣得怎麼樣 會 才會決定我要不要買這樣 他平常私底下 是比較保守的 但我比較喜歡丁莎這種 有點微肉 然後臉很 日系 我比較喜歡日系感的女生 starring 小巴 寅 二 猙 妙 彿